为了让政府扩大急难纾困金 能够快速而且顺利的发放 各乡镇公所公务人员 周休假期仍马不停蹄的为民众办理 花莲县药室工会以及药剂申工会 特地到花莲市公所为基层的公务人员加油打气 并且送上了咖啡以及西瓜 慰绕承办人员连续多日为民服务的辛劳 市长魏嘉贤也表达了感谢 虽然是周休假期 不过市公所人员一样在现场提供咨询服务 不断提醒民众要据实填写 相关单位在审核时 才会依实际情况来确定快速核发 年日来各乡镇施工所人员 为了扩大急难纾困金而忙的仁阳马帆 花莲县药室工会理事长 以及花莲县药剂申工会理事长等人 特地到花莲市公所带来了消暑的西瓜 以及三香咖啡 向基层公务人员加油打气 药室工会啊 然后在这一次的口罩实名字下 其实都是非常的可以用这种同理心 来知道说工作人员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我们想说来赠送市公所 这些黑松公司所赠送的伟恩咖啡 然后还有那个两个西瓜让大家消消暑 这种良心上良善上面的传递啊 都是让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一起共度难关 刚刚也跟他们稍微分享一下 他们在过去在口罩实名字的时候 其实也面临一样的一个非常辛苦的状况 那处在面对民众还有针对中央的政策 要顺习万变的执行 顺习万变的疫情 那要执行相关的业务 真的碰到非常大的一个辛苦跟压力 那今天他看到我们基层公所 也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也特别来关心跟慰问 希望我们一起能够度过这样子的一个难关 也希望我们在协助民众的过程里面 都能够一切都非常顺利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布新闻 17号没有新增病例 国内已经第10天零确诊 似乎逐渐趋缓 钥匙工会理事长林毅君说 虽然经济受创 不过希望民众能够以理性的态度来面对 并且能够多多体恤各乡镇公所工作人员的辛苦 记者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